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AI技术分享频道 今天我们也为大家介绍分享的开源项目 名称叫做Mini CPMV 那么它使用面壁智能开发和开源的 是一个视觉多模态的模型 在图片理解 长视频理解 OCR以及文档解析方面 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并且速度非常快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到演示的环境当中 通过本地部署的方式 来体验一下这个项目 在我们的演示环境当中 我们现在打开的页面 就是Mini CPMV这个项目 在GIS Hub当中的主页 那么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所有的这些不同原文件 同时能够了解到 对于这个模型来说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多模态的模型 并且最新的版本就是4.5的版本 而这个版本当中的模型 它的参数就是8B 下面的话呢 我们也能够查看到 更多更详细的一些不同描述 而主要的话呢 就是它的一些性能的表现 以及与其他类似的这些不同模型 性能的对比 我们能够了解到 它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如果我们希望在本地的 计算机当中 去完成它的部署和体验的时候 其实对于这个项目来说的话 它还帮助我们 开启了另外的一个项目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 打开另外的一个项目 那么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这个项目当中 它就为我们提供了 所有的这些视力的代码 同时的话 也为我们提供了视力的文件 我们可以使用 这些不同的视力代码和文件 完成它的体验过程 所以在详细信息当中 那么我们也能够了解到 对于这个模型来说的话 它几乎可以支持 所有主流的推理框架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这些不同推理框架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些不同的推理框架 去启动这个模型 并且呢 去完成它的体验过程 在我们当前的运行环境当中 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 一台Ubuntu的计算机 我们准备在这一台计算机当中 然后呢 去完成它的部署和体验的过程 所以在这一台计算机当中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完成 它的运行环境的创建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 克隆这一个项目 到本地的计算机当中 我们之所以要克隆 这个项目 是因为这个项目当中 它包括了很多不同的视力代码 以及相应的视力文件 可以方便我们非常快速的去完成它的体验过程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安装它所依赖的所有这些不同组件 那么对于它的这些组件来说的话 其实呢 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的话呢 就是PyTorch的组件 而另外的一个呢 就是这个清单文件 而对于这个清单文件来说的话 在我实际测试的过程当中 其实呢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些调整 所以在我们当前的运行环境当中 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打开了这个项目的目录 打开完成之后的话 在这里我们就能够查看到这个清单文件 对于这个清单文件来说的话 现在呢 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调整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另外的一个清单文件 我们选择对它进行复制 并且去覆盖原有的这个文件 然后呢 选择保存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运行这两个不同的命令 然后呢 去完成它所依赖的所有这些不同组件安装的过程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运行这两个不同的命令 那么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所依赖的所有这些不同组件安装的过程 其实就已经开始 那么在它安装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又可以重新回到项目的目录 就像我们刚才为大家去描述的一样 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能够查看到很多不同的事例 所以我们选择这些不同事例的时候 也能够查看到它的基本代码 而对于这些事例文件来说的话 其实它会使用我们在这里查看到的这些不同的文件 所以我们展开之后的话呢 也是能够查看到它的一些不同文件 所以我们选择查看的时候 就能够查看到这些不同的文件 那么就包括图片或者是视频 那么使用这样的一些不同的事例文件 结合它的代码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完成它的体验过程 当然在我们当前的运行环境当中 为了演示的方便 其实呢 我也已经编写好了一个web UI的程序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拷贝这个web UI程序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当前的运行环境当中 我们就可以选择打开这个程序 并且呢 去完成它的拷贝过程 当然对于web UI程序 以及我们刚才修改的清单文件 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视频下方 描述的区域当中 找到这些不同文件 我们同样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之后 把它放到项目的目录当中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是可以去完成它的体验的过程 那么对于这个项目来说的话 除了帮助我们去完成它的推理过程之外 其实我们在这里也能够查看到 这样的一个目录 而在这个目录当中 其实我们就能够了解到 它还支持我们通过微调的方式 调整模型它的性能以及表现 所以现在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它的一些基本说明 就包括如何去完成数据级的准备过程 以及如何去完成微调的过程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都能够查看到非常详细的信息 那么其实我们就能够了解到 对于这样的一个项目来说的话 其实我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它的这个模型性能表现 以及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除此之外的话 它的文档其实也是非常全 并且呢是非常周到的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充分的去利用 这样的一些不同文档 然后呢去完成它的体验过程 所以呢我们又可以重新回到 Ubuntu的计算机当中 就能够查看到 所依赖的所有这些不同组件 安装的过程还在继续 现在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所有的程序安装过程 其实就已经完成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命令 去完成模型文件下载的过程 而在我们当前的运行环境当中 我们就已经提前的 完成了它的下载过程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拷贝这个模型文件 到指定的目录当中 拷贝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在这里就能够查看到 这个模型文件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 启动WebUI程序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 运行这个命令 然后呢去完成 WebUI程序启动的过程 那么在启动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帮助我们去完成 模型文件加载的过程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很快它就已经帮助 我们去完成了它的加载过程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 浏览机当中 选择刷新之后 那么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这个WebUI程序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很多不同的选项 而每一个选项当中 其实呢 它都包括了一些 不同的4D文件 所以现在呢 我们选择这个4D文件之后 同样提出相应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能够查看到 它的这个回答 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 进一步的去提问 所以呢 我们选择运行之后 也能够查看到 很快的话 它也已经完成了 这个回答的过程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也能够查看到 它的这个基本信息 当然对于图片当中 这个位置 是不是这个位置 其实的话呢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确定 另外的话呢 我们又可以选择 这个选项 然后同样 我们能够查看到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 加载4D图片 多张不同的图片 同样我们可以去完成 它的推理过程 那么现在我们问的就是 这两张不同图片当中 它的这一些不同的区别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也能够查看到 它的基本说明 那么我们也能够查看到 基本的信息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 这个识别的过程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这样的一个截图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完成 文字提取的过程 那么这个提取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准确的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可以选择测牌的识别 选择这个4D之后 也能够了解到 现在的话 它也帮助我们去完成了 测牌识别的过程 并且的话呢 也是非常准确的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选择PDF的解析 同样我们能够查看到 这个PDF文件 选择这个PDF文件之后 它就已经开始帮助 我们就完成它的解析过程 在这里的话呢 首先我们就可以去查看一下 这个PDF文件 就能够了解到它的基本内容 然后我们又可以重新回来之后 也能够查看到 它也能够准确的帮助我们去完成 它的解析过程 当然在Web UI程序当中 对于它的解析的结果 现在呢 我做了一些格式化的设置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那么它的这个格式 与我们现在的这个格式 基本上呢 是一致的 效果呢 也非常不错 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视频的理解 同样我们能够查看到 这里会有一个视频 然后的话呢 我们也能够查看到 视频当中的内容 我们选择对待进行播放的时候 就能够查看到 在这里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解说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也能够查看到 非常快 它就已经帮助我们 就完成了它的解析过程 并且这一个解析的结果 其实呢 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接下来的话呢 另外的一个视频 比如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选择这个视频 同样选择运行之后 也能够查看到 很快的话 它也帮助我们 就完成了它的解析过程 并且它的解析 也是非常准确的 另外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 继续对它进行提问 所以的话呢 我们选择相应的问题之后 选择运行 也能够查看到 这时候的话 它的这个回答 也是非常准确的 那么我们就能够了解到 对于这样的一个视觉 多么模态模型来说的话 它的这个功能 其实非常强大 现在我们对它 进行测试的时候 其实它的回答 也非常准确 当然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再一次选择 另外的一张图片 再一次对它 进行相应的测试 测试一下 它的思考的能力 所以我们呢 可以去输入相应的问题 然后选择运行 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很快的话 它也已经帮助我们去完成了 它的这个推迪的过程 并且最终的话 会告诉我们相应的 这个结果 当然现在它的这个回答呢 并不准确 但是我们能够查看到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过程 并且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也能够查看到 这样的一些不同选项 它的这样的一些不同能力 那么对于不准确的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又可以重新回来之后 也能够查看到 那么它也是包括了 调优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能力 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然后呢 去查看调优的这部分 不同的代码 准备好自己的数据集 对它进行调优 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总而言之的话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项目来说 模型本身的能力 其实非常不错 而对于这个项目的工程能力 也非常不错 主要呢 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个的话呢 它是能够支持所有的这些主流的推理框架 确保我们在任何的设备当中 都能够使用这样的一个模型 去完成推理的过程 而另外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文档 以及视力非常全面 我们现在的这个Web UI程序 其实呢 就是基于它的这些不同视力 以及文件 然后去完成它的编写的 我们能够查看到它的效果 也非常不错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按照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基本方式 然后呢去完成它的部署和体验的过程 那么好 今天我们的这个分享 到这里呢 就已经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 并且分享我们的节目 然后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